这个问题问的好啊 球友们说 那你说小韩老师拉打有什么好处 我跟大家说一下 拉球的好处是 有旋转 质量高 速度快 然后同时呢 它这个球稳定性高 因为它加旋转加摩擦嘛 它碰到很多球 它就有一定的容错率 那么打是什么呢 就我们在机球这一下打 是速度快 没旋转 打和拉最大的区别就是稳定性 碰的时候都差不多 先不用减 有的是球 太吵了 这个我们在打的过程中 如果你平时以打为主 你用50% 它俩都能上台 但这板球 你想发死力打死它的时候 你想用七八十的力量 打就开始出现失误 拉就开始有更强的一个稳定性了 这就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弧弦球 因为弧弦球 它会让我们 因为技术体系没有打 所有弧弦 这个反交的都是弧弦球为主 因为弧弦球会给我们更高的质量 那么问题来了 很多球在这个环节里觉得 我只能打来得及 就像圈哥 但是我拉我会来不及 这就是一个问题 打的话呢 它在进台 它动作小 它能来得及 但拉的话 你不能站在进台去做拉球动作 好多人在这去拉球 本身进台就很快 我们在做拉球动作 那么一定会被顶住 所以大致上跟球台最起码得保证 有个小一米的距离 对八十一米 这都可以 这个随着大家调整 一定要让出位置来 那么你从打过度到拉 这个技术 到底要不要学 这个是我劝大家是一定要去学习的 因为好的一板护圈球会让你的命中率和上台率高很多 我们在学习拉球的时候 我们要注重三点 第一点就是站位 千万别站得太往前 不然动作就做不出来了 第二个就是动作框架大小 弓呢 是球台上方以前臂为主 拉呢 是往后引拍 向前上方摩擦 这就是区别 向前上方摩擦 动作比攻球要放大一倍 主要的放大点在哪 一 在引拍上 这是攻球引拍 这是拉球引拍 这是攻球引拍 这是拉球引拍 二 发力点在大臂上 我们在触球的时候 攻球大臂没有发力 只是随着前臂带动 拉球大臂带动前臂 前臂带动手指手腕 三者必须都要有 三 手上动作第三区别是 我在触球的时候 攻球是纯撞击动作 手腕没有摩擦 没有晃动 拉球的时候是 手指手腕在接触球的时候 是需要有摩擦的 所以 攻 拉 在手臂上动作区别 就会很大了 一个是引拍的位置 框架大小 一个是大臂的用力方向 第三个就是 摩擦一瞬间的动作区别 第三个就是身体动作 攻球的身体动作 你可以微转 小转 你甚至不转你就打的差不多 但是拉球不转就极为不协调了 对就全是轮了 这里面就出现很大的问题了 我们在打的时候 攻球里面我们可以有什么 重心转换 可以稍微小一点 弧悬球里面 它需要有一个蓄力了 就重心得70%压在右腿上 然后出球的时候把它蹬出来 腿部的发力和胯部的发力 和重心转换的幅度大小 有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我们的身体上的 重心的转胯 蹬腿和手上的这个动作和攻球 它有很大的区别 其实最大的差距就是这三折吧 手上动作 身体动作和站位动作 在中央的身体里面 但看到变腿是在带位的